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很好奇我们在选择这些角色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虚空英雄在我们的世界观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了 因为他们不是这里的原住民是相对独立的 在虚空英雄的选择上我们先尽量的选择了玩家都很熟悉的一些民间传说和神话的人物 在保留了这些英雄原本的特质的同时 我们要设想假设他从他本来的世界来到了伊索米亚之后 会跟这个世界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在技能设计上我们不仅需要体现出他们所被大众熟知的特点 还需要结合游戏自身的风格 考虑实际的战斗定位 阵容体系的搭配等等因素 我们以每个角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性为中心 为每位虚空角色都精心打造了独有且充满角色风格的全新战斗机制 例如梅林的预言 达芬奇画家和发明家的双重身份 雅家婆婆的鸡腿小巫等 由于剑鱼眼睛自身属于西式魔幻冒险题材 所以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全新的虚空来客阵营 在设计英雄时我们会考虑如何既体现这个角色自身的特色 又能与其他历史题材游戏中相同的角色做出差异 在这些虚空英雄的故事创作上 我们首先是要抓住这个角色的某一方面特质进行一个展开 举个例子好了 以大家都很喜欢的造梦艺术家达芬奇为例子 他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那么一个全才 他有很多的身份 他是画家 解剖学家 发明家等等等等 但是呢受限于当时的时代啊技术 他的很多发明都没有办法实现 那么当他来到伊索米亚之后 我们就希望这个剑与魔法的世界能够让他把脑海里的奇思妙想都化为现实 他可以用画笔去绘出图纸 用手稿上的发明就出现在眼前来帮助他作战 贞德他原先是出身乡村的平凡少女 后来带领士兵守护家园 我们在历史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 根据他守护家园的精神 提炼出他坚强又温柔的形象内核 将其职业定位为力量型辅助 同时围绕他携带旗帜 是身处战斗前线领导军队的形象 展开了具体的战斗技能设计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大家同样很关心的SP英雄背后的设计故事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剑与远征的战斗策划瓜皮 怎么又是你 没错又是我 SP英雄是我们一次很大胆的尝试 在剧情故事上 我们会见证英雄的蜕变 伴随他们一同成长 彼此之间会建立更加深刻的情感羁绊 在阵容搭配上 我们将SP技能作为组建队伍的核心 不同的阵容搭配会让每个独特的SP技能 都展现出不同的效果 在DPSP的选择上 我们就倾向于这些给玩家留下过深刻印象 但是现在登场越来越少的英雄 他们的故事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但是在新的旅程当中 这些老英雄还能够演绎出新的故事 在SP当中这些英雄会在数值和形象上都有所变化 但同样的也希望玩家们能够感受到这个角色在内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对SP英雄进行战斗设计时 我们会希望保留原始英雄一定的核心特色 例如塔琳的复活机制 艾滋对英雄必杀技的限制 色温飘逸的多段斩机等等 继承了原始特色的同时 也希望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关于这些SP英雄们要怎么样融入这个游戏剧情线 我们有一个大事件的设定 每个SP英雄的故事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篇章 然后通过元素栽变这么一条主线 把他们给串联在一起 这些英雄的身份、性格和上路的理由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踏上了同一条旅途 去寻找五名元素守护者 最终拯救这个世界 聊了这么多 可不可以向我们透露一下 下一位SP英雄会是谁呢 当然不可以说了 说了就要滚蛋了 这样吧 本话来问你三个问题 你来回答是和否就可以了 那就勉为其难答应你了 下一位SP英雄会是亡灵阵营吗 可恶 那么会是绿翼阵营吗 懂了懂了 是一位男性角色吗 绿翼阵营的女星英雄都挂回 好了好了 再说下去制作人就要来追杀我了 还是请大家保持期待吧 嘿嘿 聪明如花已经有答案了 冒险者们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